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哇 怎么办 今天好多人耶 好 今天非常感谢 有观众朋友们给我们一起录今天的新闻 随便看 是的 欢迎收看 新闻随便看 记得订阅 按赞 我是陆凯斯 我是嘉文 今天呢 我们要来聊的这个新闻啊 是有一个人死掉 第一次跟大家一起就聊这么 沉重的话题 不要嬉皮笑脸 就是昭悦的前 前总理 他在2月21日 就在KL的私立医院 逝世了 想到台马莫大家可能不太认识 这个名字 可是他有另外一个跟为人熟知的名称 叫什么 白毛 我先问一下 在座各位有没有人不认识 我们举个牌好不好 认识的取蓝色 不认识的取红色 1 2 3 真的有人不认识 蛮多人不认识的 好 没有关系 我们放下来 那你先跟他介绍一下 是 我一定要郑重的介绍他 不然有人就会觉得 我爷爷上个礼拜也是死掉 为什么你们没有报道 没有人会这样 谁想要报道 没有人 就是台马莫呢 他其实是沙月的前总理 而且他担任 这个最高的位置 33年 就是比马哈迪还久 然后大家居然还不认识他 可见大家这个喜马人 真的是很非常的把东马排挤在外面 首先呢 为什么我们要 聊白毛 聊白毛这件事情 当然第一是因为 他真的对马来西亚的影响非常大 在政治上面 第二是他西北有钱 他真的很有钱 你们知道吗 还有多有钱呢 就是根据啦 别人讲啦 就是Bruno Manser Fund 的一个瑞士的NGO组织 他们在报道白毛的事件的时候 他们有讲 他有210亿美金的身价 其实是高过我们的首富郭鹤年 但是当然 我有点进去看这份research 他们对于这份报告 他其实不是讲大一有多少钱 他们讲的是大一就是白毛的这个家族 掌控了比方讲沙拉月非常大的一个公司 叫做CMS 非常多的资产 所以他们的估算是这样子来的 但是老实讲大一到底有多少钱呢 至今为止还是一个 就是没有人知道 因为他自己申报是一个月5万 对 就是因为他讲他的公务员收入 其实只是一个月5万 对他讲他自己没有什么钱 然后他也非常的谨慎的使用他的各种身份 就是他并没有在任何这些公司上面 有正式的名义 所以没有人可以有去查到他的具体身家 他也没有生泡的财产 根据沙拉月报的讲法是 他其实是一个很小心的人 小心到就是他几乎所有的钱 都是放在亲人的名义上面 然后他也没有出现在任何的公司官方文件上面 但是呢也是根据沙拉月报的讲法 他们找到一个很厉害的协议 来侧面佐证他有多少钱 是什么协议呢 有一间公司啊 是海外的公司 叫做Sakti International 这间公司呢 它的总价值资产是差不多有8000万美金 但是呢 这8000万里面呢 没有Daib的名字 但是有Daib的很多亲人的名字 比方讲他的这个儿子啊 或者是他的其他的外围的势力 可是Sawar Report厉害的地方是 他找到一份Daib跟他的亲人签的协议 这份协议讲说 虽然你拿着这个公司的股份 但是其实你只是在帮我代管罢了 具体来讲是Sakti International 比如说如果我有200股 OK 他会跟他亲人签跟协议 名义上你有200股 可是你这200股里面 有100股是属于我的 然后他跟每一位股东都签这样子的协议 到最后他自己的这个 实际有掌控的股票是多过50% 对差不多是4000万美元左右 所以就非常有钱 然后但是呢 这个只是他的所有的公司里面的 非常小的一个公司 罢了 因为根据Sawar Report讲呢 他们在海外有制很多的产 尤其是他的这个女儿啊 儿子啊 比方讲在加拿大 然后澳大利亚啊 英国美国都有很多的住宅跟商业地区 但是呢 Sawar Report讲 如果他可以签一份这样子的信托协议 去哪一个公司的股份 这样他肯定也有这个能力去签 他就讲说你的产业也给我保管 所以到现在没有人知道他多少钱 但是据说 我上次去Sawar Sawar的朋友是开车在我们的时候 你记得吗 他是指着讲 这块是白毛的 他条街也是白毛的 其实很紧的 我看他在海外的产业里面 他紧的他在西雅图有一个林肯大楼 这个楼是给那边的FBI租去做反恐基地 What FBI都要给他租这个地 FBI都要给他租房 所以你们为什么我们要聊这个课题 就是因为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是等于马哈迪 可是他在商业上的经济力是等于过贺点 对 起码这两个人都要分开 在东马他们两个是同一个人 而且大家会有一个想法 既然都没有钱 钱从哪里来 对啊 他的官方只有五万 但是白毛生钱有 不是这样白毛会不会不尊重 是怕他的家人告别 不怕告我 因为他们常常告人 像你刚才讲 那个类似的NGO 不是有曝光他很多钱 他们也是去告人家 是 所以有什么事去告他们 他不要告我们 OK我们好好的讲人家 他的钱从哪里来 我们好好的给一些disclaimer 我们大部分的资料 都是从Sarawak report里面读回来 因为Sarawak report 非常重要 大家也记得 他们非常 这个gain的resume 就是他们揭发了1MDB 但是在他们揭发1MDB之前呢 他们一战成名的 就是去揭发这个关于 Diib的各种产业跟各种财产 原来 That's why他叫Sarawak report 不然我就在想 为什么Sarawak report要报这个 Sarawak的名字 对不对 巴汉的事情 非常厉害 然后最厉害是从 你知道吗 就是他报了Diib 非常多的这个产业 然后他们去调查各种 过后 这个Diib家族呢 没有告过他 完全没有理过他 他讲了啦 Sarawak report自己讲了 没有回应我啊 没有告我讲话 你们没有告我 不懂在拽什么 没有他们的讲法是 他家族甚至连去法庭 挑战他的说法都不敢 他讲的烂 他讲的烂 你甚至都不敢跟我去法庭 对峙我的指控 是不是真的 对 所以你就想要冷处理 然后让大家没有关注到这件事情 他跟我们很不一样 我们是怕被告 他们是想要被告 万一你告你会哄你会想要被告 如果他被告 你们会就是点赞啊 请问 我先我看对手是谁 有谁你会愿意 我觉得是在 呃 王小婷以下的都可以 好 那到底他的钱从哪里来呢 其实钱从哪里来 肯定就是从这些各种工资里面哪里来 其实有钱不是问题 因为很可能你就是很厉害赚钱 对不对 你就去投资嘛 你就可能赚很多钱 但是由于他的工资就五万块 但是他的儿子女儿的财富积累是很惊人的 因为他自己有讲过我有后代啦 我有亲戚啦 可是他们都是从政当途径 可是他的儿子女儿是处于那种 你才大学生 你才是多二十岁 对 然后你就掌管一个三亿令吉的这种上市公司 这样的话这些钱如果不是从他们自己赚到是谁给到的呢 那Sarawak Report就列出了非常多的他以前有过的争议 我们举出三个比较重大的事件 大家可以去诟病跟去探讨的 第一个事情就是Sarawak有一个最大的这个关起 叫做CMS Chahaya Mata Syndrome Hub 然后台语把它给私有化 对 私有化的意思就是从这个public share 国家的变成个人的这个产业 那私有化不是问题 私有化以后他的股份大部分落在谁的手上才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我们就发现非常多的股份是落在他的第一任妻子这个杜莱拉的这个手上 还有四个儿子以及他的一个三年龙总共持股55% 对对对非常多 然后这个CMS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CMS本身是一个可以做非常多project的这个公司 那台语把这个CMS自由化以后 他把Sarawak政府非常多的发展的project都没有通过公开招标 直接就把这些project颁布给了这个CMS公司 其中非常多的包括有一些工程部通过这个直接盘盘合约 就把公共工程部JKI将近5亿令吉的足路工程就直接给了他 然后他的什么Sarawak要建新的州议会大厦化了3亿令吉也是就这样子给他 然后他的婆罗州古今会议中心啊有1亿9千5百万的令吉的project 就这样子颁布给他 连什么Sarawak的能源公司啊 其中价值两个亿三千二百万令吉的这个总部建筑工程 都直接的direct就给了他 就是direct给犯不犯法 direct negotiate with犯法 从以前到现在这是真的 这个就来到他第二个非常厉害的地方 你就是你不要skip我告诉你啊 如果你有看新闻你就知道马币贬值越来越严重 而且通货膨胀越来越高 那钱应该放在哪里存在哪里比较好呢 来过来我偷偷告诉你 如果你在20年前就买马股的话 你现在的储蓄就会增加119%翻一倍多 如果你买美股的话则会增加233%翻两倍 就算你不买股票的话 你单纯把它放到MplusGlover的APP里面 每个月还会获得1.85%的年利率 MplusGlover就是马来西亚本地老牌券商 Malaka Security推出的Soda Busa 和Malaysia Security Commission 共同监管的投资理财APP哦 对于刚开始想要学习的新手们 在APP里面也有各种各样的seminar 可以供你免费去选择 所以赶快使用我们BBK的连接去申请开户 在里面只要放了2000令吉之后呢 你就有机会去抽到Apple Tesla Uber Track Advisor 等等的股票哦 那在这里也提供Step by Step的教学步骤 只要点击简介和置顶留言去下载这个APP 或者到App Store、Play Store下载之后 输入邀请码BBK24 就可以获得我们专属给BBK粉丝的福利啦 点击下面的Account 填写资讯完成身份认证交付11令吉的手续费用 这个不是给Apple 而是法律要求给监管委员会的 那么你的Account 就会在三天之内被Approve开通啦 新的一年在这里祝大家 恭喜发财 有那么多红包钱 就赶快培养自己的理财纪律 做一个理财小达人吧 这个就来到他第二个非常厉害的地方 就是你讲的没有人调查其实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有Shawa Report这么有正义的人 跟有这个瑞士Angelo这么有正义 他们是有曾经向去MACC反弹会去投报过 关于Dive的这些身家的问题的 但是最后反弹会跟AG都疑 不管他是因为这个所有的东西的 Decision Making都不是byDive 是by其他人 所以就没有去调查他 然后AG也讲说没有证据他就觉得 没有要调查他 是 然后甚至过后有非常多的其他的 像Charlotte的编辑Cledge 他就讲说如果你讲不过证据 是不是我可以给你提供证据啊 他们也没有再开发去处理这件事情 他们在2018年过后有再跟Mahati 去上述这件事情 但是Mahati就跟他讲 我都没有Sing to Complain 你提的都是旧的 所以我们就不理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Bruno Mansell 有跟他讲过你要Sing 我可以给你Sing 你要不要去抓他 然后也是不了了之 我觉得这个很厉害 对啊 我觉得就是你有拿到很多这种Project 不厉害力 还是为什么这么多年反对 会告都告不尽呢 就是没有一个很积极的感觉 假设今天有一个贪官来 在西马 不管他是国盟的也好 还是西蒙的也好 还是国阵的也好 肯定都会有另外一方 会指控 有反对党啊 对一定会有反对党指控他 你可以现在讲Zahid贪污 也可以讲以前某一定贪污 还是怎么样 或者是你可以讲 Najib贪污 都会互相指控 但是大厉害的厉害 在西马这边完全没有人去指控 东马也没有吧 西马有人指控啊 Sarawak report这些不是很热心吗 他就不是政治人物啦 OK 就没有一个很强的 你一直吵一直吵一直吵 政治势力去反对这件事 为什么呢 是因为Sarawak没有反对党 是不是为什么是笑点 但是我知道的是西马的政治人物 每一个都想要Sarawak的议席 不管是国盟的 他肯定也是要Sarawak的议席 去支持他做首相 然后可能西蒙的也是一样 所以大家全部都是这样 所以因为想要跟他好 所以不要告他 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是啦 你觉得呢 我不知道 我只是听说马哈迪讲啊 不够政绩不了 我也相信啊 但是蛮厉害的就是 我觉得西马这边 不要弄他是情有可言 那西马觉得不管我 是吗 反正你十六岁也是愿意给我 但是东马自己 为什么会没有人 站出来反对他呢 也不是讲没有正理 他的一生当中有过正理 肯定也是有 我知道的情况是 东马人是非常喜欢他 OK 因为我看到在TikTok上面 其实很多的 沙拉瓦人都是觉得 他给沙拉瓦带来很多的这些 建设跟贡献 真的吗 我觉得他肯定是有建设啦 不然他怎样赚到这个钱 他肯定还是有建设 但是他更厉害被人家 津津乐道的是 他防止了西马的 AMNO进到沙拉瓦去 在马来西亚里面 只有沙拉瓦是没有AMNO的 沙巴都有 沙巴是 AMNO是东都过去 在那边有政党的 可是沙拉瓦是完全没有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他怎么做到啊 他就是 我们进校过海关 他就block住 你是AMNO不给进来 是这样子 这确实是一个搞招 但是根据一些老人家讲的 他跟马哈迪 其实都是互相需要彼此 他们也是很多年的朋友 所以 他有跟马哈迪做个deal 就是讲说 你只要不来 东马这边 这样我就会全力支持你做总理 反正我这边的议席 全部都会支持你 对 然后马哈迪当然也是 也会支持回他 所以两边是有这样的一个写 所以到现在为止 AMNO都没有经过沙拉瓦 这就导致沙拉瓦到现在 是一个很和平 没有太多种族 宗教极端的这种地方 然后甚至是 也有很多人很 proud 沙拉没有像沙巴这样子被摧残 蛤 什么意思 沙巴有所谓的project IC 的 case 就是马哈迪会发一些IC 给一些菲律宾人 哦 来投给他 对 因为他们的政党在里面 所以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些操作 去让当地有更多选民 可是沙拉瓦是几乎没有的 所以这个就是很多人 东马的华人 觉得他有工的地方在这里 但是大部分人可能还是觉得 他确实是有在 这个捞一点油水 那这个就是要看你觉得 捞油水 跟这个 祖子极端 祖宗教思维发酱 哪一个是标准的 你知道他捞到很严重吗 就是通常讲沙拉瓦克是全球 最大的这个木材出口国 是 但是呢里面呢有讲到非常多 他们的这种所谓的开发 要建水坝也好啊 要去开发森林啊 甚至是摧毁森林保护区的project 都是直接搬给他的捧党 或者是他的这个家族势力的 是 比如说2015年呢 他们有一个跟沙拉瓦部长相关的公司 叫Quality Concrete 是因为这个是他妹妹 Russia Mammut有这个控股权的 哦 我们尊敬的沙拉瓦 report 同僚就有揭发他们说 他是通过这个恐吓跟欺诈的方法 逼迫当地16个乙伴的村落搬走 然后只花了4000令吉 就每一个这个乙伴人 他们就给他250块 但是如果是村长 你就给他获得800块 还少过我们当时的抽奖 就把他赶走了 此外太医妈母也曾经在自己 有股份的这个报纸沙拉瓦论坛报里面宣布过 其实沙拉瓦州内的森林覆盖率 是高达84% 而州政府是允许沙州 无限量提供木材给全世界的 除了繁木以外 太医也推出了另外一项计划 就是要在沙拉瓦境内 新建多个大型的水坝项目 2011年 有这么一个水坝 他们被揭发 他的承包商是太医的捧党 因为他为这个project提供了价值数十亿的木材 而这个project有报告显示 另外一个主要的受益子 是他们的四城包商Pacific Chemical 来负责进行开载活动 Pacific Chemical的参与 其实并不符合公司注册的法律条件 而共和美国作者Edmond Gomez 在纸笔的这本马来西亚华人生意里面就有公布过 原来Pacific Chemical里面实际的操控 也来自于这个Majahata-Sendian-Brahad 而Majahata-Sendian-Brahad 只是由他一盲目的子女所拥有的 因此Pacific Chemical不只获得了将近 一万八千公顷的土地开采合同 也获得了价值一亿两千万建造传输电缆的合同 感到现在其实沙拉瓦是卖了非常多的这些木材 而且他是三一部的家族嘛 对对对对 他们就伐木领 所以就Family 这么糟糕的 剑影孔嘛 我已经努力了你知道吗 很难耶做Live broadcast 好难哦 大家是来吸取知识 你不要打他当这个talk show的mindset好不好 我一直有那种要 要两分钟要一个笑声 对对对我一直有那个mindset 我们哄一下好不好 不要理啊 反正就是你们可以 哦给一种这样的 就反正就是所以 三万人就是想要问一下 他们很听话 没有你刚才那个 我问到我笑 那种两个义 这样子 这样我们假设有一个人 他确实就是有的时候会 哪一点哪一点这个好处 这个不会被告 假设 假设有一个我没有讲是谁 但是他却有能力阻止 像amno这样的一个政党出现在你的土地上面 嗯 请问 你会支持他吗 你会支持他吗 支持的请举蓝色 不支持举红色 哦蛮平均的嘞 我觉得蓝色比较多 蓝色比较多吗 我觉得蓝色比较多 我觉得蓝色比较多 中间这边都是红色 两边都是蓝色 安华的问题是他也没有 对吧 我觉得很好笑 我那天看到一个TikTok comment 呃 应该 dive死掉嘛 然后他就在下面comment讲说 哇 在安华的era管理下 贪污犯都不见了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这个comment 应该是指数贪成功吧 我是觉得 哇 就在讽刺安华耶 好啦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新闻 就讲到这里 呃 这个屏幕前的你觉得怎么样呢 记得留言告诉我们 好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按赞订阅 并且分享出去 好 那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 拜拜